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不开心 因为有一个自己带一个小朋友过来一起去玩 然后她又走的时候 哇 我的儿子看着她哭出来 所以哭得眼泪很大 人都流下来 然后她真好是有一种伤心的感觉 然后最搞笑的就是第二次她再过来 这次走的时候没有哭了 但是她就是站在那个门口 然后看着那个门口说 拜拜 再见 再见 对 很勇敢啊 是不是跟你有点像 对 要越像好像日本的那些东西一样 对啊 韩剧都一样 都是拜拜 可是这个很有 很有man的 对 长大了 很相信的 因为之前我们有这样哭过 都是女孩子哭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 说回这集节目加入短剧环节 而Bob就说想不到儿童节目也有这么多的新玩法 希望小朋友看得开心之余又可以学到东西 这次过来是拍剧 好像一个拍剧一样 做一个图片 然后他们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知道他们是主持人 但是这个 他是APA的 APA的 好厉害的学生 所以我跟他也学习了很多 不是 我今天是真的 我们都是来跟Bob一起学习 不是一起学习 是我们跟他学习 没错 没错 他真的很厉害 他是天生就有那种喜感 他站出来就已经很开心 很搞笑 每个人看到他都会很想笑 很喜欢他 就这种魅力是我们其实学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剧本原本是很自信性的 然后Bob哥哥 他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然后整个东西都比较有趣 我们的剧本也是不短的 然后Bob哥哥就是寄了我们那个 对白 对白 然后我们就有些时候就是在发梦 然后他就会提醒我们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